哇 要九點了 我們才進入今天的第一個 第二個重點啊 這個直播會不會開到兩個小時呢 拭目以待 這一次的會員內容很精彩啊 如果沒有加入會員的可以加入會員看一下 因為那是會員only啊 想跟我要檔案 我也沒有檔案 因為今天這些書呢 其實大部分都是原神寄給我的 那原神出版社是我一間合作 非常非常久的出版社了 我從剛開始默默無聞的時候 他們就有小編會定時寄書給我 你現在還是默默無聞啊 謝謝哦 第一本是這個 這個是這個月上的新書 但說他新書其實也不新了啦 因為這本書其實是改版改版再改版了 然後他叫做 頂尖名校必修的理性談判課 好 然後我沒有看 然後基本上呢 我也不在這邊推薦人名單上 推薦人有誰 嗯 市場先生 柴鼠兄弟 水風刀 很好 沒有找我推薦 廣廢我 還跟你們這麼好 啊 算了 算了 呵呵呵 沒有啦我開玩笑了 嗯 好 每次我在我的頻道講這種 談判學的書 大家好像都興趣缺缺 可是我真的覺得啊 談判學你可以 你至少要看過一本 你的人生中至少要有一本 談判學的書 我不一定是他啦 不一定是他 但是你可以挑一本 那這本算是比較偏硬一點點的 我也有推過另外一本 談判學的書 是稍微偏簡單一點點的 所以你就看你自己的程度在哪裡 如果你自己是喜歡 啃這種比較硬的資訊 那連標題都很硬喔 比較硬的資訊 而且我看到這種橫式排版 基本上就再見拜拜 我真的很討厭看橫式排版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書會 是我的毛病嗎 呵呵 我沒有很喜歡 沒有很喜歡橫式排版啊 這樣子 就如果你是喜歡看這麼硬的書的話 可以翻翻看 因為他 嗯 已經是30年的老書了 他只是在版而已 然後接著就是這本 他叫做 誰會說故事 誰就是贏家 這本書 他基本上是給商業人士 給小編 給創作人 給需要說故事的人 你需要在短時間內吸引住目光的人 就我覺得說故事的能力 可能到後面 大家會慢慢都越來越需要 因為如果每一個人都困在家裡面 最後你只能靠文字 還有靠一些網路上的資訊 去接觸人的時候 那你表達能力就變得非常重要 這個表達能力不限制 只是口說 有時候也是跟寫作有關 這也是為什麼最近寫作課類的課型 越來越多了 這樣 然後他會告訴你 你要怎麼樣呈現一個故事 會讓人更有心想要往下看 嗆別人很需要 也是啦也是啦 對嗆別人也需要 所有人都要說故事的吧 對啊 因為你跟人相處就是 一定會或多或少嘛 有些人真的不太會說故事 然後導致於他其實每次在跟朋友見面的時候 都有一種不知道要講什麼的感覺 你跟陌生人見面 或是跟網友見面的時候 你要聊什麼話題啊這樣子 其實如果你是一個很會說故事的人 不見得要特別有什麼話題 就像今天我媽也跟我說他很焦慮 他就說你現在才回家 你到台北可能剛好開台什麼的 你這樣開台萬一沒有話題怎麼辦 我從來都不欠開台話題 我就算今天開台沒重點 我只是跟大家閒聊都可以聊好久好久好久 因為我相信大家是願意聽我的聲音 然後我也知道我自己就算只是在講廢話 也可以扯很久 為什麼我自己講這句話有點心虛啦 再來是一本 斜槓青年實踐版 這本就妙囉 這本書你們現在去書店找是找不到的 你們有看到他有一個試讀本 這本書正式上市的時間是8月1號 然後我非常喜歡出版社呢 給我試月的時候是這樣子裝訂的 這不是正式上線的樣子 你們買到不會是這種版本啦 你看他裡面其實拍板也很粗糙 相較比較沒有 可能看不出來 相較之下沒有那麼細 他就是印出來的樣書 然後大致上會是長這樣 那可能字體還會再調一下 但基本上八九不離十了 這樣就是給我們一本試月本 然後我們可以提早先拿到 然後我自己翻了一下 我覺得這一本書應該到時候會很多youtuber講 我隨便念一章節給你們好嗎 有一種恐懼叫我不夠好 這是這個章節的標題 焦慮 這是一個我們越來越常聽到的詞 它似乎已經變成了一種普遍存在的社會情緒 幾乎所有人都存在著一定程度的焦慮 甚至有人認為這是一個全民焦慮的時代 從本質上來說 焦慮和恐懼其實是同一種類型的情緒 都是大腦感知到了某種即將來臨的威脅 或是危險而做出的反應 兩者之間最大的區別在於 恐懼通常有具體的物件 當我們感到恐懼的時候 通常知道自己害怕的是什麼 焦慮則不同 焦慮的物件是模糊的 很多時候我們根本不知道自己焦慮是什麼 換言之 焦慮是找不到原因的恐懼 那麼大家究竟在焦慮什麼呢 假如我現在給你一支筆 一張紙 讓你把自己心中的焦慮和擔心都寫出來 我覺得可能會得到類似這樣的清單 害怕做不好 害怕犯錯和失敗 害怕沒有純就 害怕沒有錢 害怕不如他人 害怕被人看不起 害怕家人對自己失望 這些焦慮和擔心 表面上看起來似乎不同 但其實都可以得到一個 歸根究底的共同恐懼 那就是對我不夠好的恐懼 譬如說 為什麼你總是害怕自己做不好 犯錯和失敗 因為這會讓你覺得自己沒有能力 沒有能力就意味著不夠好 再比如 為什麼你總是害怕自己沒有錢沒有成就 因為沒有錢沒有成就 就意味著自己是一個失敗者 是不如他人的人 是不夠好 我覺得斜槓青年他跟我剛剛推薦的這一本書 有一種工作教生活 有一點像 只是 哇 他掉 他脫衣服了 我等下再剪 這本書跟這本書 開頭有一點像 就是 都是 都是要 都是要先給你打一劑強心針 告訴你 重新讓你歸零 讓你把 成功跟 成就這件事情 分開看 然後也要跳脫世俗框架的概念 其實斜槓青年一直都是這樣的概念 就是 你 不是做很多的工作來得到錢 而是用 很多不同的工作跟身份 來成就自己 然後剛好因為有很多份工作 所以 剛好就 得到很多分收入 然後好像看起來就比較有錢 但其實 你問那些真正有在斜槓的人 他們也不是每一份工作 每一個身份都有賺到錢的 而是 慢慢累積起來 那一些工作跟身份的那些經驗 才帶來給他們財富的 斜槓青年 我認識比較有成功的在斜槓的人 他們一開始都不是 拿他們斜槓的那一項能力來賺錢 都是做到一定的程度跟高度之後 然後就有人找他們來 合作來服務 希望他提供服務 然後他就可以把這一項能力 寫到他的名片上 就變成一條斜槓 所以我覺得大家 前一陣子對於斜槓青年的那個誤會 真的誤會大了 很多人都覺得好像是打很多份工 就變斜槓青年 嗯 全然ない 好 然後最後最後一本 不是最後一本啦 倒數第二本 是一本 繪本 這本就是漢森 漢森給我的 我覺得他們很神奇 他們老是要給我書耶 可是我又沒有小孩 他們老是給我繪本 幹嘛 然後這本叫做 我和同學吵架了 繪本這種東西很難做說書 就是因為他必須要有畫面 然後這本是在 教導如何 讓孩子引起和好的勇氣 嗯 好 嗯 我那給大家聽 我和隔壁桌的同學曾經非常要好 然後就生氣漆了 這樣就生氣漆 太容易生氣漆了吧 嗯 有沒有看到就這樣就生氣漆了 我生氣了 所以不借他橡皮擦 這個好難 說書啊 好 可是你看他 因為不借他橡皮擦 所以 隔壁桌的同學也不借我彩色蠟筆 奇怪你不會自己買喔 你們兩個是一個沒有橡皮擦 一個沒有蠟筆 你們到底去學校幹嘛 我因為生氣而罵了髒話 天啊人家不見你蠟筆你就罵髒話 小朋友沒事吧 隔壁桌的同學對我吐了口水 哎呦 等一下 罵髒話而已 不用吐口水吧 口臭 髒 然後 我 朝隔壁桌的同學 頭上揍了一拳 等一下隔壁桌的同學是沒有名字是不是 你不是跟他很要好嗎 你怎麼會連他名字都不知道 然後他被 他被 揍了兩個這樣 隔壁桌的同學也用書本砸我的頭 畫風有點可怕會嗎 哇 落下滴了落下滴了 然後我找來我的好朋友們 好朋友們 你的好朋友怎麼看起來女生比較多啊 人生勝利組耶 隔壁桌的同學也找來了他的好朋友們 好喔兩邊都落下滴 他男生比較多耶打架的話應該是這樣比較好吧 我們互相打架 這書真的沒問題嗎 安安這真的沒問題嗎 老師來了我們才停止打架 乾脆別和好了我天 而且他畫的蠻用心的耶他的細節 畫的蠻用心的 超過一公分打100下 超過一公分就打101下 絕對不是開玩笑很好 很好 這個以前我們也幹過就是同樣一張桌子 我們會中間畫一條楚河漢戒 然後我超喜歡這一頁 今年夏天就這樣過去了 他們一人5公分嘛 所以就一個10公分 這一頁超可愛的啦 你看就這樣子 然後就真的是抓了一個10公分的距離 我覺得這應該不只10公分喔 這應該超過10公分 然後他們是有下雪的國家 夏天就這樣過去了 冬天來了 在那之後 我偶然聽到 原來我之前聽到的傳聞是個誤會 原來隔壁桌的同學沒有罵你是笨蛋 可是我們還在吵架怎麼辦 哎呦 然後這一頁就沒有文字了 就是這樣 看他一眼 他也看他一眼 然後他又看他一眼 可是他不看他了 所以他也沒辦法看他了 吵架怎麼和好呢 吵架和好真的是一個學問 小問 然後他就主動碰了他一下說 那個我跟你說 所以隔壁桌的同學到最後都沒有名字 他只有他的名字頂多叫那個 你們兩個真的是好朋友嗎 我覺得其實沒有展現和好的勇氣啦 不過 能夠鼓起勇氣跟對方說 話 是一件蠻重要的事情 然後我很驚悚的發現啊 我不曉得是不是 我先說 開頭的第一個人 這個 李慧珍 跟我大學的教授 同樣一個名字 我不曉得 他這個李慧珍 是不是我認識的那個李慧珍 我看到這個名字的時候 我嚇一跳 不過有可能 因為他說 繪本 閱讀推廣人 所以 如果以美術系畢業來說的話 確實是有可能是我們老師的名字 好 然後今天最後一本 寫成 這本其實也是 原神寄給我的 然後 我其實自己個人非常私心很愛看原神 他們寄給我的書 那因為小編 那個原神小編本來就是我的小貓 所以 他很知道我 我喜歡什麼樣胃口的小說 每次只要看他寄來的小說 我就會 就稍微有點腹黑 有點人性的東西 我都很愛這樣 然後他也很知道這一位 他就很會寄這種東西給我 那這本是 七月的新書 他號稱是 新一代列車上的女孩 假設你不知道 你沒有看過列車上的女孩 列車上的女孩 我有做朗讀 然後列車上的女孩 還有電影 好 接下來我就稍微講一下寫成 我對於寫成這本書的感想 然後我會快速講過他的劇情 我對他的感想是 如果真的要用一句話講完 我想一下 真的就是 女怕嫁錯狼 大概就是這種感覺 我覺得那個女生 就是嫁了一個很爛的老公 然後他自己也不知道 可是他自己也沒有做錯 做對事情 然後就在一連串的錯誤裡面 持續不斷的 輪迴 還好最後他 有發現一些 糾葛 然後我會覺得這本書 讓我很大驚 大吃一驚的地方是 他開頭啊 開頭 聽我這樣講 你們一定不知道在幹嘛對不對 開頭這邊寫了一個蟹子 現在已經很少書會用蟹子了 大部分都會用第一張 就直接直接來了 沒在跟你演 這本書有一個蟹子 然後這個蟹子啊 他的字體 跟後面這個字 的字體是不一樣的 看得出來嗎 然後再細一點 他連顏色都不一樣 我跟你們說 原神啊 他們在排書很細心 他們絕對不會 這個絕對不會沒有原因的 就是他的蟹子這樣子排 用這樣的字體 甚至用這樣顏色的紙 不會沒有原因的 然後呢 然後呢 當你看到最後 因為這個蟹子跟後面的故事 完全沒有關係 你在往一往下看的時候 你會覺得 為什麼突然有多這篇蟹子 可是我又想說 原神他們不可能 因為他們排書真的太用心了 不可能 他們這樣排 一定有什麼原因 然後你看到最後 真的是最後 我沒有在開玩笑 那個最後有多最後 你知道嗎 這本書呢 總共也才 300 我扣掉致蟹 333頁 你要看到330頁的時候 你才恍然大吃一驚 這個蟹子 是在寫 是在寫這裡 總共333頁 你要看到330頁的時候 才知道 蟹子 是在呼應這裡 Oh my God 我真的是在高鐵上 我不騙你們 我在高鐵上看到的時候 我雞皮疙瘩全身涌起來 我想說這也太可怕了吧 太可怕 我很喜歡這種故事 通常這種懸疑小說 它基本上就是會給你一個懸念嘛 好 小說架構怎麼樣 起 城 轉 和 那和是什麼 和就是解謎篇了嗎 那 起 起就是故事設定 他會有告訴你一個時代背景 然後把人物慢慢的介紹給你看 然後 城可能就是 他會怎麼樣處理他的突發事件啊 他平常是怎麼樣生活的啊 會用一些細節跟故事 跟 事件來堆疊這個主角 你對於這個主角的認知 對於人物性格的塑造嘛 然後 轉就是 發生一些很大事情了 總算要來解謎了 有一個事件 然後這時候你就跟著主角一起腦力激盪說 我要怎麼把這個謎題解開 為什麼這些事情會變這樣 等等的 然後兇手到底是誰 你謎團到底要怎麼開 然後和的時候就是解謎篇 你就會把烏雲一切撥開 然後就 啊原來是這樣 我的天啊 這種感覺 那這本書基本上 因為他是 他不是鬼故事 他是懸疑故事 所以 登場的所有人 他不會有一個兇手藏在暗處 就是登場 的其中一個人就會是兇手 就是這種故事就是這樣子 他不會有 我很討厭那種推理小說 是 我看到最後 然後突然寫了一個 不像 扒竿子打不著 瘋 扒竿子打不著 真的是 你從頭到尾沒看過這個人 連掃地工都不是的那種人 然後突然告訴你說 這個就是兇手 這種 這種推理小說我真的是 最不喜歡看 或是懸疑小說我最不喜歡看 因為我覺得那樣就沒有給我一個 就是推理的過程嘛 那這本書不是 兇手就在裡面 而且你在看的時候 你真的壓根沒想到他是兇手 很好看 我跟你講 看到最後兇手是誰的時候 我已經看片天下 我沒有看片天下 那我也看我閱歷不少了吧 就是推理小說 我想說 應該就這樣了吧 而且你們知道最厲害的是就是 就是我看到我看一下 我看到200多頁快300頁的時候 我就想說OK 那兇手大概就是他了 結果沒想到出現另外一個人 然後 就是大翻轉 他的那個翻轉翻的 就是解謎翻轉篇翻的超慢 他在300頁的時候吧 看一下喔 對 對對對 290 290 差不多290那個時候 才開始正式翻轉 正 正式的把最終大BOSS在你面前展開 然後這個最終大BOSS是你壓根沒想到 嘿 是你 這種感覺 我好喜歡 至少我很喜歡啦 就是 我自己看我覺得很舒服 然後他的 閱讀過程也不會有那種煩躁感 有些小說會有一些煩躁感 就是你會有點看不太下去 所以就會看得特別慢 那我也講了嘛 這本書我就是兩趟高鐵一上一下就看完了 所以是一個非常輕鬆的小說 他會有那種 讓你順順看下去你就會愉悅的看完了 我現在都已經講成這樣恐目橫飛 就是讓人家逃命的時間了 如果你想要自己看 你不想要被我爆雷的話呢 你現在就可以轉頭離開了 那如果你想如果你懶得自己看 想要聽我講故事呢 但一定會多少措施一點樂趣 你就可以繼續待在這裡 OK 好不好 好 5 4 3 5 5